Hello 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美国十大建筑商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建筑商的特点 大家好 我是在罗杉矶座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其实可以看到第一名DR Houghton 第二名卵大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档次的 基本上它一年的销售量都是7万 你看9万 就这个级别的 那么到了第九名 第十名 像Tour Brothers就是9000多 它们之间其实差了大概10倍 所以前两名是一个档 那么3456这可能是一个档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档 OK 咱们先从第一个说DR Houghton DR Houghton这个建筑商这些年其实在洛杉矶这边的房子不是那么多 然后它这个建商是 它做的社区是有点规模的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200栋或者是200多栋这样 它弄一个社区基本上全是做小户型 给你堆了一堆连排进去 一堆小栋栋进去 但是它为了好看 社区门口还给你装个大铁门 那门做的还挺漂亮 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房子不贵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档次 所以如果就是说预算不高 然后想找一个社区还不错的这样的房子 其实DR Houghton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第二名的就是伦纳 伦纳这个公司它基本上是越做越大 然后它的房子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持价便宜 然后什么东西都给你包进去 所以它搞了一个everything included的 它都给你包进去之后 它还不让你选 它都是批量的 你可以看到有时候就是它几千栋房子 基本上就是一个设计 你有时候在佛罗里达找一个同样的房子 在加州又看到了一门一样的户型 这种特别常见 而且里面的材料都是一批的 所以它成本可以做的比较低 伦纳是它真正有能力推进大社区的这种公司 它基本上一个社区下来 就是一千多栋的社区它也做过 两千栋的社区它也做过 然后基本上里面就清一色都是它的房子 它从两千多尺三千多尺 甚至大的四千多尺的 它都有 它什么都干 所以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很多人买投资房 那这个伦纳其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什么东西都给你包进去了 然后它的单价还比较低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没法自己选 它长得基本上都是一个模样 所以这个是勒纳的区别 你像很多公司都被勒纳给弄走了 以前加州的比如说Stan Pacific 还有Rainland Homes 然后他们弄一个Cault Atlantic 然后被勒纳给吃了 后来勒纳又把什么Five Points给吃了 Ego Mortgage给吃了 North American Title给吃了 反正它能吃的它都吃 所以它现在是越来越大 然后第三名咱再说Ponte Ponte这个公司它就是房子怎么说 它房子基本上做的都是有点品质的 就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最小的可能两千五百尺起步 然后三千多尺 这种它是比较愿意干 这个活的 但是四千多尺它就是比较少一点 就是我个人看 然后可能在别的州可能比较多 但是我不知道 它这个公司有点不伦不类 它你像市场好的时候 它给你搞一个竞价 让大家一起来竞 它至少在耳丸 它是第一个干这个事的 然后你看等不好的时候 它有什么东西都装进去 然后都送给你 所以它这个公司其实蛮有意思的 它不是特别稳定 所以你要买它的房子 你就等着它市场比较慢的时候 然后它什么东西都给你装进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比较划算 这是这个公司 第四名的这边不是特别常见 看第五个Meritage Meritage就是你看它的销售量 就是一万三千多 比第一名第二名差了挺多的 这个公司其实是我见过的 质量不错的一家公司 它房子结构地基什么的 打得挺好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做这一行 人就是工程师 他就看过之后 他跟我讲的 但是它设计上 有时候就是比如说Ringarter 街雨槽 他没装对地方 这种小事物也是 我们之前有卖房子 有发现的 然后就找了他们以后 他们也给改了 总的来说 这家公司房子建的 都不是特别大的房子 然后很多东西用的 其实也不错 就属于那种经济适用房 KB KB这个比较常见的 反正就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KB 你就是哪个计较嘎拉里 说不定就竖起一个KB的牌子 他什么都干 他小的也干 大的也干 然后人家干了一半 不干的他也干 我这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了 那咱今天先聊到这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下次咱们接着聊 谢谢大家